第三十一题 如果ab式这个方程式 x-29的平方等于247的两根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好 那我们直接来解 多少的平方是247呢 那这个框框 这绿色的框框就等于 正负根号247 那框框里面写的是 x-29 也就是说呢 这个x呢 会等于 29加减根号247 那其中一个是a 一个是b 有可能是a是29加根号27 或是29减根号27 其中一个是a一个是b 因为ab是这个方程式的两根 我们来看这里面的选项 a选项他说a是247的平方根 247的平方根就是正负根号247 不是 a是29加减根号27 其中一个 所以a选项是错的 第二个b选项 a加b是不是247的平方根呢 我们来看 a加b会等于29加根号247 再加上29减根号247 那我们就发现呢 这个根号247就消掉了 a加b一定等于58 58不会是247的平方根 b也错了 b也错了 再看c这个选项 a加29 是不是247的平方根呢 这个a呢是29加或者是减 更好247 再加上29 那这个29呢 没有办法消掉 没有办法消掉 它就不会是247的平方根 c也错了 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一选项 29减b 好 29减b就等于29 减掉 b呢 有可能是29加或者是减 根号247 不管 我们一起把它写进来 把关号去掉 变成29减29 本来是加减 因为外面还有一个负 变成减加 根号247 29就消掉了 所以变成呢 是负正 根号27 负根号27 或者是正 根号27 那 这个就是 247 的 平方根 没错 所以呢 这一体的答案选 d 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 convers评项